我叫黑佳佳,然后今年18岁 然后我在澳洲出生 然后4岁回到台湾 然后11岁到了美国 然后14岁的时候在大悟考上了职业骑士 2010年,她在苏州举行的世界女子围棋赛中夺得亚军 从职业二段升至五段 去年又从五段升至六段 而目前职业围棋最高段位为九段 黑佳佳她的从棋风上来说是非常大气,非常均衡的 所以也被很多大师级的骑士所看好 我的水平不足以体会到她的高超棋艺 她是作为指导老师来参加这个北美围棋大赛的 我觉得围棋很有趣的一点就是 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盘棋是一样的 就每天大家都在研究新的变化 当年是在我六岁的时候我妈妈买了棋盘跟棋子 然后是教我跟我姐姐下五子棋 然后后来我五子棋下得还不错 然后把爸爸妈妈都赢了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要学五子棋 然后她说她没听过学五子棋的 她只听过学围棋的 所以就带我去四长海堂课 我跟我姐姐一起去了 然后我姐姐出来就说这个东西好无聊 然后我觉得很好玩 黑佳佳走上职业围棋这条路并不顺畅 其实我小时候就 我妈妈有跟我的启蒙老师周克平老师谈过 然后周克平老师并不是很鼓励我走职业围棋这条路 因为她觉得很辛苦 她觉得台湾的职业环境不是很好 赚的钱不是很多 就对局费不是很高 虽然世界围棋赛冠军奖金有时可高达40万美元 然而中国目前注册职业围棋室只有几百人 大约平均工资每个月2000多元人民币 主要靠比赛奖金 奖金高低与比赛成绩精力挂钩 比方说你假如对局费不能违身的话 你就得开启交旗 那一旦开始交旗的话 旗力就可能往后退 当时的黑佳佳只好放弃围棋 11岁的时候因为父亲职业缘故 全家从台湾移居美国 由于美国鲜少有人下围棋 黑佳佳只好在网上找办下棋 研读棋谱超过千本 然后后来下一下 下好像下了一两年之后 我先上去九段了 然后我觉得我骑力 大概有机会可以在中国定项段 所以我就拜托我妈妈带我去中国定顿 黑佳佳不仅定顿成功 还代表台湾参加亚运会赢得季军 这在当时是台湾在亚运会 获得过最好的名次 受到鼓舞的黑佳佳 于是走上职业围棋道路 她当时为了成为职业选手 必须辍学 而我们当时在美国 人们非常重视教育和学历 为了工作提前辍学是很少有的 不过我不会为了强迫她 为了学位而去上学 一般人可能都会过多的 很多的注意到黑佳佳的外表 但是她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用功的棋手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天比赛空闲 就是有一天比较空闲的时候 那天其实恰恰恰好是大年初二 按理说应该很多人都会休息 但据我了解 她实际上上午的时候 还通过网络跟台湾的高段棋手 在进行网络对局训练 不过黑佳佳也会有下错棋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哇完蛋了 然后第二个反应就是 说不定对手没看出来我下错了 然后第三个反应就是 要怎么办去补救 因为全世界只有几百个职业棋手 有一个棋手女儿 当然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有意思 佳佳比赛的时候 我们跟佳佳一起去中国 去欧洲 还有台湾等地 当然也有牺牲 因为佳佳的职业 我和佳佳的姐姐住在美国 佳佳和她的妈妈住在台湾 她的职业要求她必须待在亚洲 不能回来美国 她父母的很好的培养 给她提供一些环境 所以她不光在围棋上非常出色 她的才艺在围棋界是公认的 比如说她去年下半年 在世界大赛的开幕式上 表演过一段琵琶独奏 是演奏的周杰伦的歌曲 大家在网上很快就传开了 讨论的热论热脑非凡 还有她以前也向大家展示过 她的国画和书法 所以应该说是 咱们中国讲这个琴琦书画 等等这些才艺 黑家家是非常的全面的 我小时候其实也常常拍广告 我跟我姐姐一起拍广告 也有拍过MV 喜欢吗 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那时候 就是有时候在摄影棚里面拍 然后很多人抽烟 然后我很怕眼尾 而且有的时候还要熬夜拍 那么聚光灯下的彩色世界 和围棋的黑白世界 会不会有冲突呢 不会吧 我拍照的时候心里很平静 除了热心下棋外 黑家家也热心公益事业 海啸Tsunami是什么时候 2010年的时候 它也有领导大家一起救灾 热心救人 所以它在人道的援助这方面 也是很受到肯定的 找了很多职业骑士来帮忙 然后好像当天应该有 二十几个职业骑士来到现场 然后就有帮忙一下 指导骑之类的 然后也有很多职业骑士 提供扇子之类的 就是拿来拍卖 我就贡献了一幅画 然后还有一个悠悠卡 也挺意外的 因为那幅画就是一幅马 然后卖到十万块台币 2011年第二届千灯杯海峡两岸围棋对抗赛 台湾骑士选拔赛开战 发生了一件让黑家家记忆深刻的事情 是有一个选拔赛 然后要选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然后当初一开始输的时候 是说都没有对局费 然后后来很多男生去反映说 这个选拔赛没有对局费的话 那我们就不下了 然后所以台湾骑士的秘书长呢 就决定说那给男棋手对局费 然后不给女棋手对局费 然后当下就还挺嫌弃的 又找秘书长反映过 然后因为没有谈得很愉快 然后后来所以 我就做了一把扇子 然后上面写着抗议性别启示 然后这把扇子呢就有人拍照 然后拍照完之后就放上网 然后就被转载了 然后后来好像又转载到美国 然后又转载到澳大利亚 然后大家都挺支持我的 然后也很多人在Facebook上面 跟我讲加油 后来有给你对局费吗 没有 而且我 应该是顺道受到的承拔吧 可是我觉得我做得很好 2012年底 黑佳佳在世界之音运动会 正式选为唯一一位世界围棋形象大使 就是他能选为围棋的实形象大使 也是对很多青少年的一个鼓励 让他们以黑佳佳为榜样 就是既做一个优秀的骑士 又能够在做人的其他方面 也要达到一定的高度 美国之音记者维唱原野的采访报道